香蕉 想要降血压 不单是少吃钠 盐 也可增加钾的摄取 有助于加速钠排出体外 维持心跳稳定 预防高血压与中风 而香蕉就是含钾高的水果 此外 肚子饿时吃根香蕉冲击 里面所含的果胶 可让碳水化合物分解成葡萄糖的速度较慢 血糖不会因此一下子起伏太大 草莓 哈佛大学的研究发现 常吃草莓或蓝莓等富含花青素的人 得到高血压的风险比一般人低8% 因为花青素是一种强力抗氧化剂 可帮助血管畅通 血流顺畅 因而降低高血压风险 苹果 一天一苹果 医生远离我 苹果的热量低 但有丰富的维他命 矿物质 果胶和纤维 可以避免胆固醇在血管中堆积 苹梨 苹梨含的大部分是单元不饱和脂肪 可代替膳食中的饱和脂肪 减少坏胆固醇 LDL 苹梨的高纤维 能清除体内多余的胆固醇 木瓜 芒果 含有丰富的贝塔胡萝卜素 维他命 植物生化素 有抗氧化 抗发炎功效 葡萄 含有丰富的白梨卤醇 Respiratrol 葡萄被紫外线或真菌 细菌感染后产生的一种抗毒性化学物质 可以抗老 降低罹癌的风险 葡萄 还有强效抗氧化剂花青素 可以降低胆固醇 增加好的胆固醇 保护心脏 三十六 橘子 柳橙 含大量抗氧化剂维他命C 可预防血液里的胆固醇堆积 番茄 西瓜 这些红色蔬果里附含茄红素 是一种强大的抗氧化剂 不只能对抗前列腺癌 乳癌 子宫颈癌 膀胱癌和肺癌等诸多癌症 后来也被发现 可以降低罹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德国科学家研究 有无心脏病史的男性体内的茄红素浓度 发现茄红素较低的男性心脏病发病的几率 是浓度较高者的两倍 服用降胆固醇药 不能喝柳橙汁 葡萄汁 柳橙汁 葡萄汁含有类黄酮化合物 愈来愈多证据显示 类黄酮能改善血管内皮功能 稳定血压 预防动脉血管阻塞 柳橙汁含药酸 有助于减少心脏病的危险因子 同半光暗酸的血中浓度 暂服用降胆固醇药物的病人 要小心葡萄又或果汁 因为葡萄又会减少降胆固醇药 使卡厅的作用 对一些药物则有加重的效果 容易产生危险